请不吝点赞 许圣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好紧张 不要紧张 加油 你是不是曾在录影现场放屁却假装没事 第二题 如果你是观众 你是不是会相信名嘴说的话 不是 这个题目有挣扎吗 有 因为你是名嘴啊 是啊 我自己都不相信名嘴说的话 你是不是吃过男艺人的豆腐 是 你是不是说过历经的坏话 不是 你是不是曾因为喝醉酒而进警察局 是 这个答案是 真实 恭喜你拿到了五万块钱 进入到第二阶段 总共有五道题 如果如实的回答 你可以得到25万元 你是不是觉得弟弟比王力宏帅 先生变胖后 你是不是就对他丧失兴趣 结婚几年了 所以有将近26年了 我先生之前非常非常帅 现在呢 现在比较长得像 比较像白云 为什么老公或小孩今天没来 我的老公跟小孩 他们都 我 应该是说我上节目之后 他们觉得很丢脸吧 他们不喜欢妈妈在节目上讲 他们所有的事情 然后他们也不喜欢我 讲了任何的 不论对于人的评论也好 或者是 他们都觉得 都是 都是骗人的 就是有时候 就出卖自己的灵魂吧 我一直希望他很爱我 不叫我 éric子 我一直没动 哦 Claudia 你 情 就 �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